ChairGPT上个月推出了Canvas这个新功能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最近才开始用 因为不用不知道 一用真的是惊为天人 那Canvas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来说它就是AI结合文字编辑器 我们现在直接就来看视窗里面的样子 就是ChairGPT打开呢 它左上角不是可以选模型吗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边现在多了一个GPT4 with Canvas 那这个点下去之后呢 诶 视窗好像没有改变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目前它是只有开放给付费使用者 据说之后会开放给免费使用者啦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就要说回来呢 这个Canvas到底跟一般的模型差在哪里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之前的ChairGPT 不是都一问一答吗 你给它一个问题 它就丢回来给你一个答案 那这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文章 或是一个很长的文件 有两个超级大的痛点 第一个就是它每次回答都超级短 你今天不管再怎么要求它回答长一点 它永远就是给你那短短的文章 然后它再来第二个痛点呢 就是它不能部分编辑 你今天光是要它改一个标题 它可能就把它整份文件改得乱七八糟 然后丢回来给你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所以呢大部分人想要写文章 可能都会另外开一份文件 不管是用word或者是用备忘录这样子 这样我自己就是用备忘录啦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Canvas就是为了编辑文件这些事情 而诞生的新功能 Canvas顾名思义就是画布嘛 你可以在上面涂涂盖盖啊 然后利用AI的力量加速文章的产出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ChairGPT的Canvas功能 怎么使用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首先要启用Canvas的功能呢 必须要有一些内容 不管是你要问它一个问题 让它产出内容 或者是你自己丢一些内容进去也可以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先有一个base 那例如说我先来丢给它一个问题 那它把回答丢给我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文件的一个基础哦 那要启用Canvas呢 我就是在对话框这边输入启用Canvas 它就会自己跳到这个视窗了 它有点像是切换到Canvas模式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界面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到左边的这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跟ChairGPT的互动模式的那个对话框 是一模一样的 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右边的这个文件的视窗哦 你今天可以透过左边的对话来修改右边的内容 这个右边的这份文件就是我们编辑的主体 那主要有两种编辑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透过左边的这个对话框来修改右边的内容 例如说我今天要他去查一些资料啊 把它加进去啊 或者是请他帮我查核一些事实之类的 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问他 那有的时候他不会直接修改里面的内容 你可能要要求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再来第二种编辑的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右边的这边 你可以直接打字 就跟一般的文字编辑器一样 或者是第二个就是你看右边 它这边有个加号 点下去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另外一个对话视窗 这边呢其实就是部分编辑的功能哦 利用AI来部分编辑 一样你可以请他修改 或者是请他查一些资料之类的 然后甚至你可以整段选起来 他这边也可以直接启用这个对话的模式 所以这个部分编辑其实就是可以确保说 他今天不会乱改你整份文件 你就是把那个界线画好 所以这一点是之前真的蛮大的一个痛点啦 有了这个模式之后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功能想象成备忘录啊 或是Word加入了AI的功能哦 但是它的界面你就是怎么找都不会找到 例如说选字型啊选颜色的那些选项 你甚至连文字的大小都不能自己调整 所以这边呢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有了Canvas之后 这些琐碎的事情都交给AI就好啦 所以呢我们在画面的右下角 这边就有一个按钮 这边呢就是一些现成的编辑功能 这边呢你就可以直接 请他帮你把这个文件的格式直接弄好 例如说我们试看看这个Add Final Polish 它就会自动帮你的标题啊小标题啊 里面的重点什么都把它排班好 你就完全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 所以Canvas的用处其实真的非常的广哦 它可以做到文书排版部分编辑 然后这部分编辑不管你是要AI帮你编辑 或是你自己打都可以 然后它还可以帮你查核资料啊 然后还有所有之前TraceDB可以用的功能 这边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进到一个写程式的模式哦 那在那个模式之下呢 它可以帮你Debug 然后加注解甚至直接切换程式语言 当然等一下大家看完之后 应该会觉得它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 但我觉得这种AI结合文字编辑器的功能呢 以后应该真的会变成标配啊 不然老是要自己打字自己去调格式真的很累耶 那我自己也知道很多厂商应该都已经有在做这个功能 包含那个微软的Office 他们应该就是想要做到这样子的感觉 但我还没有用过 如果你已经有用过Office 他们类似这样子的功能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诉我 你觉得好不好用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介绍过这个Canvas的大致上的介面 那我们就来实际示范一下要如何使用这个Canvas 例如说我刚才问了他每一支吹风机的介绍嘛 假设我现在想要加入每支吹风机的风量整理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这个视窗里面告诉他说 我想要你怎么做 然后他就会自动帮我加入一些额外的资料嘛 那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就是 你可以去看他修改的哪些地方 就是按这个Added 然后绿色的部分就是他帮我加进来新的资料 然后红色就是他删掉的部分 所以这边呢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这功能其实还是可以联网查资料 然后你也可以把一些地方把它框起来 然后请他去验证这些资料的正确性 但是其实他还是会出错啊 所以还是不要太相信他 那他基本上每一个步骤呢 都会帮你记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复到哪一个版本的话呢 就按最下面的这个Restore this version 然后右边这边的编辑功能呢 例如说我今天可以把它整个选起来 然后这边我就可以请他修改或是查证资料 那查证完资料之后 如果你觉得他写的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把它加入这份文件 或者是你也可以命令他说在哪边把它加进去 所以他的用法其实蛮弹性的 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去怎样修改这份文件这样子 但是这边呢还是要讲到一个缺点就是 他还是有可能会乱改你的文件 就有时候你明明就只是要部分编辑 他可能还是会把你这份文件改掉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用下来觉得 蛮大的一个问题啦 那例如说我现在来试看看 请他把它加进去 而且他的理解能力好像还是有一点问题 例如说我刚才本来是想要请他 把这一段文字加到这个风量数据的后面 但是他就是会直接把它诊断取代掉这样子 所以他问题其实还是蛮多的 就是要去摸索一下 到底要怎样跟他相处 他才听得懂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其实也蛮不错的 首先第一个呢是加入emoji 就是你送出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把文章里面 加入很多很可爱的emoji 但是这个应该 用的人应该不多啦 还是示范一下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他现在生成的方式 就是跟iPhone上面的Tradge PD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动画完全一样 只是没有那个很漂亮的剑层彩虹 我自己是私信希望这个功能以后 可以放到我们iPhone的备忘录里面 他说我的文章太长耶 所以他还是会有强度的问题哦 这样子蛮困扰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示范过的 这个Add Final Polish 这个功能是让你整份文件完成之后 他帮你去调一些格式之类 就是说大标小标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就先跳过 那再下一个是Reading Level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今天他点进去之后 会有一个让你选择的地方 那你往上调的话 他会变成研究所等级 或者是往下调 他会变成幼稚园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去调整他的可读性 例如说你今天这是一份很正式的文件 还是说这是一份你要给小孩子看的文件呢 那你就是可以在这边调整 例如说我们把它调到研究所等级 他会不会把我的emoji自己删掉 来看一下 真的删掉了耶 不错哦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异哦 他就是把它写的很像 研究所论文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用幼稚园的话会变成怎样 幼稚园 把它调到幼稚园 他就会写的非常的白话文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 白话文的能力非常重要 光是阅读时间就已经很短了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吸收就是很艰难的单字 像我自己在滑东西 第一个如果我发现他字很多的话我就直接滑走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他写字用的字很难的话 我也不想看 所以呢这个功能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白话文的能力 那当然中间还有其他中间值哦 你就可以自己来调整哪一个 是比较适合你现在要写的文章 那再来下一个功能呢是调整长度 调整长度真的超级需要耶 就是常常你希望他写更多 他就会把他删的乱七八糟 然后乱改丢回来给你 所以现在有这个功能 就是可以强迫他写非常长的文章 现在来试看看 当然呢硬要他把文章拉长 这个他可能就会开始写一些 冷言坠字啦 所以这就是看个人选择 来看看原本 原本他是这样子的长度 然后修改之后 然后呢我也可以看他编辑的过程 看他加了哪些字 其实就是多加一些形容词啦 但我觉得拉长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他是怎么写的 或是他加了哪些东西 你可以去参考他的观点 因为像我自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灵感 或者是没有主意的话 我就会请他多写很多东西 那其中可能 例如说他写了十点好了 那我可能就会挑其中两点出来 延伸加长 所以延伸的功能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试看看 看其他缩到非常短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就会变成很像重点整理这样子啦 有时候看东西可能需要立刻吸收重点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功能呢 是修改建议 送出看看 哇直接帮你省稿 很不错喔 就会他 他会把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东西 把它夹进去 我觉得蛮有参考性的 或是你今天自己写完一些东西 然后你不希望他帮你改 但是你希望他给你一些建议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功能 就是修改建议的部分 所以呢 其实右边的这按钮 本来就是QRGB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啦 但是他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可视化的一排功能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 就是可以强制他帮你加长文章啊 然后提供建议 然后加上这个界面也真的设计的 我觉得不错啦 从出版来说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版本也才刚出来 他现在甚至还只是Beta版哦 我觉得他界面就已经设计的很不错了 好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界面呢 其实是文件编辑专用的界面 其实Canvas还有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写程式的这个模式哦 那我们现在来一起看看 要怎样打开这个写程式的界面 那我们一样呢就是请他启用Canvas 然后你会发现他现在这样子就是没有启用成功 他必须要自动跳到那个Canvas的视窗 才算是启用成功 那这个时候呢要怎么办呢 你就打英文的 ActivateCanvas 他要进到这个界面才算是有 成功启用Canvas这个功能 然后他就会把你刚才丢给他的东西 你再写一次这样子 好那这整个界面你会发现 他现在就变成一个写程式的编辑功能 那跟刚才用法一样 你希望他修改哪些地方啊 或是帮你查证什么资料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跟他讲 然后这边也可以部分编辑 你可以自己输入 或是你可以请他帮你写这样子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 就是右下角这个按钮 他里面的功能变得不一样了 他主要就是以程式会用到的功能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排功能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呢是增加注释 就是这个警号的部分 你可以请他重新帮你写 或者是写一套新的当然也是没问题 我们来试看看 然后一样呢 你可以看一下他修改的哪些地方 他真的每一行都给我加了那个注释 超多注释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那个 应该不用解释 就是反正就是他会解释说 你这个程式里面写了哪些东西这样子 那他用法就也是一样 你可以回复之前的版本 就蛮方便的 例如说你做到哪一个步骤 结果发现他好几个版本之前 就已经开始写错的话 你就可以回复之前的版本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 其他的功能 下一个功能呢是添加日记 就是他会他会在关键的部分 插入那个print的语句哦 就是可以帮助你追踪一些程式执行的情况 我们来试看看 对这些绿色的地方呢就是他帮我加进去的 当然你不能完全依靠他啦 他还是多少会出错什么的 但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可以参考他的做法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debug的部分 他会帮你改他认为你写错的地方 但是其实就是不一定是对的 来试看看 那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写程式的专家 我真的是门外汉 但是我可以知道说他其实里面有些东西 并不是现在最新的版本 所以他会帮你改成自己认为是最新的版本的东西 所以就是不能完全依靠他的这个功能啦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是我觉得蛮神奇的 他可以自动帮你切换程式语言 你今天原本是用什么语言 然后想要转成另外一个语言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直接选择哦 然后直接送出 他就会帮你写成另外一个语言 这也太神了吧 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程式实际的状况是怎样 所以我不晓得他写出来的品质到底如何 所以这个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玩玩看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功能 这个是审查的一个功能哦 有点像是建议嘛 就是建议你怎么优化你的这个程式 就跟刚才的那个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一样 他会在这边加一些备注 就是一些建议的部分啦 然后就发现他自己把它切成英文了 因为我刚才那个不是activate canvas 我用英文嘛 所以他接下来就用英文开始跟我对答 但是你可以自己跟他说你想要用中文这样子 所以Canvas主要的功能就是差不多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界面好不好用呢 因为我自己用的时间还不长啦 我还要花一点时间跟他相处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小小的困扰 就是我在用一般模式的时候啊 他会自动帮我开始用联网功能 就是我那个 我那个对话是没有想要联网的 但是他会自己突然开始帮我查资料 然后联网 我就觉得很烦 所以就是其实现在蛮多出现这种 怎么讲 乐拳吗 就是跨越了他原本应该要有的界限 我觉得在Canvas里面也出现蛮多这种情况的 就是你没有要他干嘛 但是他擅自帮你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有点理解力出了问题吗 就是我觉得变成我们下命令的时候要更精确 然后你要去稍微适应一下他理解文章的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哪一段后面 或者是哪一段前面 他其实听不懂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语言也有关系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用英文讲他反而听得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今天发现他不管怎样都没办法理解你 或是什么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解决的话 你就切到英文跟他对话看看 说不定他就突然痛了这样 尤其是语言模型 就是我最近有时候会跟他讲话 然后讲一讲 发现他听不懂我要什么 然后我就用英文跟他讲 他就突然动了 所以我觉得中文使用者还是有一点弱势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功能怎样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 就是又有更多东西可以研究 然后跟他相处这样子 而且之后也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iPhone上面 TrackGP之后也会接进来嘛 那相信他们的功能也会融合得越来越深 那只是比较可惜就是中文使用者 必须要等到明年 他才会完全推出中文的正式版啦 但如果你想要想先先玩到iPhone上面的TrackGP的话 其实在12月2号或是9号 他们就会有第一个英文版的TrackGP 上到我们的iPhone上面了 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会来介绍这个iOS 18.2 就是TrackGP接到iPhone上面的功能喔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奏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心得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